大家好 春节将至 给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魁某年吉祥顽强的活着 这个还是正文开始之前 咱们先做一个硬广告 我们大年初三 也就是1月24号到大年初七 1月28号 组织大家去厦门和泉州 咱们巡游 为什么要去这两个地方呢 泉州是中国南方我认为的古迹最扎堆 最集中的地方 南方因为是气候潮湿 再加上那会儿的长毛叛乱 所以文物古迹其实毁的比较厉害 不像北方保留下的比较多 但是泉州你像宋代的东西 元代的东西 明代 清代的遗存非常多 非常值得一看 比如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 就是清静寺 宋真宗年间的 它的遗存还保留了下来 厦门就不用说了 沿海开放城市 但是它也有古迹 比如著名的狐狸山炮台 全世界唯一保留下来的280毫米口径克鲁伯大炮 就在狐狸山炮台 另外比如像南普陀寺 另外你比如像古浪雨 这都是中国的旅游圣地 打卡必须要去的地方 所以这些地方都有众多的古迹 跟中国的近代史有密切的联系 所以咱们寻游项目组就准备用春节假期到这些地方去游览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如果你想参加的话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赶紧订票 因为到春节都是估计机票酒店都不太好订 谢谢大家 好 刚才咱们给大家拜过年了 广告也做完了 下面咱们就接正闻 最近春节将至 还是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早年幸福 可能很多人就要加班了 毕竟春节期间连着放好几天假 得把这段时间的工作赶出来 其实这种临时有事加班算好的 更缺德的是那种把加班当做常态 996007日常操作 还不给加班费 这样的公司其实助他们早日破产 这个是什么不这么干 就是不拿我当兄弟 你挣钱的时候你拿你手下这帮人当兄弟了吗 胡扯淡 现在的人加班加的这么苦逼 那古代人有没有加班 春节的时候没有加班 他们加班什么形式 咱们今儿就来聊聊这个事 首先咱要强调的是 加班只存在于雇佣关系上 我在这工作领工资才有加班的情况 古代农民土里刨石 一年打多少粮食 全看他们干了多少活 没有加班休假 能够享受加班待遇的只有官员 也就是人上人这个群体 汉武帝的时候加班开始跟政治制度挂钩 武帝为了坐稳江山建立内外朝制度 内朝官员级别不高 但都是自个人 专门监视外朝的大官 咱们讲过这个 皇上喜欢用内朝官 喜欢用小官 管大官 互相牵制 汉武帝的时候就明确规定内朝的近视 是帮助皇帝加班的专门人员 他们会不分白天夜晚陪着皇帝一起工作 甚至皇上睡了 他们还要在那工作整晚 虽然很辛苦 但是官员们挤破脑袋 想要加班的机会 因为只有加班了 才能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 未来才有机会升官发财 到了唐朝 加班就不再是敬臣的专属 凡在京城里边的官员都躲不过加班 三省六部官员轮流职业班 每个部门有一本执令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执班日记 负责安排执令的官员叫执令史 每天由他把执令交给职业班的人 第二天再收回 白居易29岁那年中进士 先后在京城担任秘书省教书郎和汉林学士 出入仕途 白居易就深受加班之苦 他有首诗叫《早出晚归》 里边直接提到退牙归毕业 拜表初清晨 晚上下班一个是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又得出门 常年的这个值班加班给白居易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所以诗中的最后两句 他感慨说 几时词辅印却做自由身 这等于刚上班就想退休了 就跟现在学生刚一上学就不想念书 一个你的道理 白居易为啥想退休呢 因为那些个老干部哪怕是做到了一把手 也免不了值班 唐朝初年对高级干部要求比较宽松 朝中的尚书左右成 御史中成 各衙门一把手 这种级别的官员还可以不用值班 武则天当权的时候 只要你是朝中官员 都要参加本部门轮流值班 玄宗朝也沿用了这一制度 当时宰相姚崇年事已高 请求照顾便于值班 姚崇是武则天中宗瑞宗玄宗四朝元老 青春热血都献给了大唐 凭着这份劳苦功高 要求不值班实在是不过分 执令使呢也就从了 这个排夜班的时候直接跳过了姚崇 把值班日志往下发 这一举动竟然引发了许多大臣的不满 认为姚崇以老卖老搞特殊化 姚崇这辈子什么没见过 还怕人说三道四 于是大笔一辉在值令日志上批写道 是吧 告值令使啊 浅去又来必欲取人 有同私命老人年事终不拟当啊 翻译成我们的现在话就是 我好不容易跟值令使请了假 刚回家你们又逼着我去值班 我现在岁数大了 有资本不上夜班 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姚崇未及人臣不上夜班 都能惹起非议 那些职称不高的官员更是不敢有任何懈怠 也就是从唐朝开始 朝廷加班制度基本上宣告定型 一种呢 是以皇帝阵长团为主的内庭官员加班 一种呢 是各部门官员案例值班啊 他们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给皇上白干 没有加班费啊 宋朝以后加班还多出了一个正诞宴 京都高官大年初一是不放假的啊 官员们呢过完年守完岁稍稍休息几个小时 马上就要摸着盒起床 出发去皇宫参加正诞大朝会 皇帝呢要接受百官朝贺被称为排正仗 除了给皇帝拜年还要吃这个正诞宴 皇上吃着很开心觉得自个儿与民同乐 底下大臣心里直骂你啊 一万匹草你马在奔腾只想着赶紧回家休息 明清时期的加班制度啊 跟唐宋的时候差不多 清朝的军机处每天都会安排军机张经值班 你看你如果要到这个故宫去参观 前朝后寝的分界线是这个前清门广场啊 前清门呢左手边是景运门 右手边是龙宗门啊 龙宗门两边各有两排小平房 其中一排小平房就靠着养心殿外墙的那排 那是军机处的植卢啊 一排小平房 今天呢还保留着原状 他对面那两间小平房 旁边有一口水井的 现在改成一个母婴室 当年就是军机张经的植卢啊 军机张经啊 整四品 按照现在的话讲 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的大秘啊 就是正局级大校 这些人呢都得每天晚上 两个军机张经值班 咱们讲这个皇宫里头一落索 就有五个男人 剩下的都是女人和不男不女的人 当然还有未成年的皇子 这五个男人啊 咱说的内朝啊 这个外外朝是有有护军的 内朝就是前行人广场 往往这个往北 内朝就五个男的 两个军机张经 俩太一和皇上 和皇上 对于官员们来讲啊 有些人是真心愿意加班 因为这是一个快速接近天子 并且呢向天子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 二十四校里边的皇乡 在汉章帝时期入室 最初呢在上书台当职 上书台呢属于内朝 每天都要值班 那些当班的人呢 都欺负皇乡 出来乍到 都要皇乡呢帮忙顶班 皇乡一个都不得罪 有求必应 直到有一天皇上来上书台寻班 找来值班册一看 当日呢并不是皇乡的班 但是具体什么情况呢 就问着皇乡 皇乡就道出实情 皇帝十分欣赏 他任劳任院 工作不分内外 这个主人翁精神 当即就给他升了官 无独有偶 乾隆朝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一天晚上呢 西北用兵的一份紧急报告 被送到这个乾隆爷那 当时军机大臣都下班了 只有一位军机征警八元三 在军机处职业班 乾隆爷就把八元三叫过来 口授用兵方列 有几百字之多 八元三速记能力一流 当时就把圣旨拟好 乾隆非常高兴 第二天就跟军大臣傅恒 就是自己的舅子 傅恒说 你手下啊 有个叫八元三的 我觉得很有前途 你得多加培养 傅恒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 于是呢 就不断的给八元三创造机会 让他立功升官 加官进爵 最后呢 一直做到了梁广总督 不过天子不是那么容易见的 要是赶上自己加班 连皇帝的毛都没见到 得不到赏识 那就真正的意义上 变成了无偿加班了 在这种环境之下 加班会严重摧残人的身心健康 送出太祖朝 汉林学士王柱 就因为加班加的精神失常 有一天晚上值班 因为漫漫长夜 无处消遣 只能借酒交仇 不过王柱这个人 酒品实在是差 没喝二来就开始胡言乱语 引大技术差 非要太祖皇帝召见他 赵康印以为有重要的事 禀报就召见了王柱 结果一看王柱浑身酒气熏天 劈头散发 摇摇晃晃 胡言乱语 这要换成别的皇帝 早就把王柱给砍了 好在太祖皇帝宽宏大量 知道王柱酒品差的前科 一次宴会上 他也是这样喝的明听大醉 嘴里还念着老东家周世宗的名号 太祖想着不杀士大夫 也就没让他担罪 放他一马 却不想这人加了几天班 又磨整成这样 所以王柱是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最后因为酗酒闹事 贬官至笔布袁外王 就逐出了汉林院 这么一看 古代加班 虽说有希望获得好处 但几率实在是太小 毕竟皇上也不能天天下基层 视察工作 大部分时间加班都是无偿劳动 今天的加班说实在的 跟古代加班有异曲同工之妙 辛辛苦苦办公 勤勤恳恳为君 结果却是升职加薪 全靠运气 不过话说回来 21世纪的公司里 还运行着古代通行的加班法则 这种公司的领导 实在是智商堪忧 所以各位小伙伴找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擦两眼下 避开这种货色 好了 关于古代加班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巡游 谢谢大家